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分享砂锅山药 首先我们准备铁棍山药500克 五花肉120克 蒜20克 姜20克 红椒圈40克 洋葱丝80克 葱花15克 干嘛豆豉辣椒10克 准备好以后我们开始切山药 山药我们先去皮 如果对山药过敏的朋友 最好戴上手套 削完皮洗干净以后 我们把它先改成段 再把切成 焦木质大小的条 切完以后我们用凉水浸泡一下 防止它电射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 我们锅中烧水 水开以后我们放入切好的山药 山药烫至五成熟 捞出备用 锅烧热 放入适量的食用油 放入五花肉煸香 五花肉煸香以后我们放入姜 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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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红辣椒 倒入山药 放入干嘛 辣椒 酱 酱油 酱油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 放入适量的食盐 适量的蒸鱼食油 适量的蚝油 一点生抽 一点生抽 炒好以后我们放一旁备用 我们下一步准备砂锅 我们小火烧热砂锅 放一点点香油 再放入切好的洋葱丝打底 再倒入炒好的撒药 我们盖上盖子焖上几十秒钟 经过砂锅烧至以后 闻起来特别的香 我们撒上葱花 就可以上桌开吃了 一道香气铺鼻的砂锅山药 就制作完成了 非常的鲜香味美